无论什么情况,台湾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而不是因为有派遇,人们必须离国家 或人们必须停止来来 visit 台湾 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件事就会发生了 这是一个国家的派遇 这件事就会发生了不同的国家 所以不要用这种理由来 visit 台湾 哈喽朋友们,大家已经知道了 前几天在华联发生很大的地震 让大家又难过又很害怕 这次影片呢我想要特别访问 来自各国的外国朋友 问他们关于这次的地震,这件事情的想法 发生的时候到底他们在哪里 他们的状况怎么样 让他们多分享一下他们心里面的感觉 我先打电话给来自非洲的朋友 Bonnie,他生活在华联 你好,兄弟 你好,你怎么回事 你好,你好 你好,你怎么回事 你好,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对,没有时间 我问,我问我什么情况在华联 我认为了 你怎么回事 有约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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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有约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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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约十个人 我认为我和朋友 他名字是Jimmy 他刚开了新店 他开了新店 ok ok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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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 在华联发生地震的时候 你刚好也在华联吗 对 我在华联的重庆市场 怎么样 感觉如何啊 吃那个时候的感觉如何啊 那个当下 三年来 这次的地震是最大的一次 是啊,非常大 有损失吗 有损失吗 你们的商店那些 我本身是没有 没有 因为我靠海边 所以没有太 没有太过严重的损失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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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台湾 当然天佑台湾 听说你开了一个新的餐厅 稍微介绍一下 在那里 下次我去华联的时候 去捧场一下 好 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欢迎欢迎 我们在那个台湾的沉道 台11片 ok 14K 好 是 谢谢你Jimmy 天佑台湾 天佑华联 我爱你哦 是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加油,辛苦了 接下来呢 我要访问的朋友大家 已经知道了 克隆来自美国 聊聊聊 比证发生的时候 你应该不是在华联吧 不在 不在 但是我 我在那个新医区 但是我在B1 B1 那很多人都会听到B1 而且说 喔 B1应该是没什么 没什么可怕了吧 问题是因为我在B1 不 应该是不应该需要 或是不应该会有这么大的阵 因为它在水下面啊 对 它是在底下 所以你要想说 基本上你在B1或是一楼的话 那个阵不会这么多 还好 但是因为我在B1的时候 然后这个阵真的是超大 我都吓死了 有这么可怕的不对 真的蛮可怕的 因为本来 就是一开始它慢慢的起 它是慢慢的起 然后 就是会摇一摇晃一晃 摇一摇晃 后来比较厉害 然后就是慢慢的 一直继续晃 一直继续摇 然后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倒到一个程度 就是上面的那个灯 就快掉下来 真的假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靠我在B1 然后这么的大 那我我吓到 因为我就觉得说 好我现在我在B1 一定是在大楼 楼上的话 一定是超可怕 是啊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一定是超大 所以我马上逃出来 那你们家乡哪国啊 你是东部的对不对 我是东北部 有没有发生地震呢 我们东北部会有地震 但是不多 就是很rare 很rare 就是比如说很不可思议的 很少会有 真的是很少会有 就比如说 呃 两天前纽约发生一个地震 然后好像是4.8 或是4.6 然后 这个好像上一次的 可能有一些人说是2016有一个 然后是小小 所以感受不到 那那一次的上一次是1983年 哇 很久以前 对 所以你说会不会有地震 我们其实不会有 真的是不会有 我们可能是有 如果说有地震 这件事情的话 是因为可能是加州 或是不同的地方 会有大地震 然后我们刚好有遇到 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到 后续的样子 对 但是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在我家乡 我住 长大的地方 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 台湾的历史上 最大的质疑 那你想要跟台湾的朋友说什么吗 想要跟话链的人讲一下 就是 辛苦你们 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真的是我知道你们的状况 比较没有这么的好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 就是祝你们加油 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平安回家 然后真的可以好好的就是健康 然后很peace的过去 真的加油 加油大家 真的 接下来我要访问的朋友 是在台北开了一个小小的酒吧 我很好奇 到底在发行的时候 它的店里面有没有损失 我店面 是我来开卖的时候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是我的那个酒瓶什么 都是保护的 因为是我也知道 台湾是一个有很多 是有地震的一个国家 所以是里面的 我的那个鸡酒什么的瓶 都是包起来的 但是橡皮鸡 因为也是橡皮鸡的那个机器 里面有水 所以是如果我来的时候 那个地上还是有一点水 因为也是那个机器有鸟 所以是那个里面的水跑出来 但是后面其他 那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你在家里吗 我那个时候在家里 早上八点左右 我还在 因为很累的关系 睡下午 不是又有点下班 但我没有起来 那是我太太 然后叫我起来 我第一个看到的东西是 上面的那个灯灯 是转到那个上面 这么可怕 对 真的是我1999年的时候 在土耳其的 伊斯坦堡地震 就是那个 升购的时候 也在伊斯坦堡 那个时候大概五六岁 也是有 有一年纪的 但是这个是还是比那个 我觉得比那个很严重一点 那你想要跟台湾不是说什么吗 什么 你想要跟台湾人说什么吗 我想说台湾的 真的是台湾的政府 你们的那个建造 我跟你们说 台湾的政府做得非常好的 最好的一个部分 是你们的那个 台湾的建筑都是很安全 因为我一起来 感觉什么你知道吗 我知道 一定没事 我也是这样躺着 没事 等等 接触就这样 然后继续睡觉 就这样 接下来呢 我要访问 来自西班牙的朋友 他生活的地方是台东 怎么样 一切好吗 台东的状况如何 其实台东还好 没有台中要晃的 在吃早上的时候有点晃 但是连出门都没有出门 但是我们在岸 在岸边比较好 我觉得山上比较危险 好像是 因为很多舌头凋下来 是不是 对 但是没有化脸这么严重 你有化脸很多朋友吗 一些 我有一个朋友在他如科那边 真假的 他没有死了 他好 第一天我们就联络不到他 但是现在是 我们已经联络上他 好像要等一两天 在效仿队可以救他出来 那你想要跟台湾的朋友说什么吗 化脸的朋友就加油啊 因为好像这会需要一段时间回复 然后大家要小心 是 西班牙你的家乡没有地震吧 对不对 应该西班牙我记得四几年前有一个地震 但是应该是五十几年的第一次 了解 好了朋友们今天影片到这边 非常感谢这些外国朋友接受我的访问 最后呢 我想要你们留言告诉我 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你们的感觉是什么 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当下的你们的状况 我希望化脸很快回复正常 我希望将来的日子 再不会发生任何一个地震 订阅花脸 订阅台湾 请帮我分享这个影片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不吝点资讯栏连结